中华电信鼓励同仁运动有成 荣获2019年运动企业认证 及多项运动奖项 在108年11月4日 接受教育部表扬 运动企业认证是体育署 鼓励国内企业积极推动 职场运动风气所设立的奖项 希望透过企业高层带动 让公司员工能够养成 强健体魄的运动习惯 进而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为此体育署补助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 每家企业最高补助90万元 利处企业禁用专业的运动人才 协助员工养成正确运动的好习惯 我特别在这个地方 特别代表教育部 来谢谢我们各个运动企业 提供给我们资源工 一个很好的运动环境跟空间 响应政府来推动全民运动 这样的用心 同时恭喜我们96家 获得到运动企业认证的机关单位 是不是介绍大家双手给我们获得到认证的90万家企业 同仁相互鼓励下形成运动团队 而且公司还别具巧思 透过创意的趣味竞赛活动 吸引尚未养成运动习惯的员工 方便入门 快乐施展伸手一起动起来 我们这两年来 也推动员工趣味竞赛 比方说在用中午的时间 然后跨部门的同仁 自己去组团队 把这个合作的精神 融入在趣味竞赛里面 透过趣味竞赛把这个分工合作的精神表达出来 然后呢也激励员工的士气 今年是体育署第四年举办运动企业认证受证典礼 共有96家企业 获得运动企业认证的荣耀 中华电信年年获奖 为鼓励运动风气全面发展 体育署今年还特别成立运动年龄平台 鼓励以赛会友 让获得认证的企业 可以交流职场运动经验 员工也能透过竞赛争取荣耀 中华电信今年由郭水义总经理代表道场受证 由同仁们组成啦啦队陪同 出席的伙伴各个朝气蓬勃 准备了创意十足的响亮口号 展现中华电信的活力和朝气 中华电信十七代 中华电信五七代 中华电信有共产党 中华电信向来对于企业的运动 在员工这方面是不遗余力 那我们多年来员工呢 在高阶主管 在所有团队里面呢 我们都把员工当作是最宝贵的资产 那员工是我们的宝贝 所以呢照顾员工的健康 身心灵的健康呢 都是我们最重视的议题 同时今年中华电信还受邀 为运动企业认证的合作伙伴 更在首度举办iSport运动年力积分赛中 获得佳击 由中华电信北区电信分公司 游志钦副总经理代表领奖 不仅让同仁呢 更创造了这个强健的这个身心体魄 同时呢 也对于这个同仁之间的交流呢 也更为一个深广 这个对于工作效率来说 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真的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 也因为这样 我们跟教育部运动署呢 也建立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真的是非常的恭喜的一件事情 未来中华电信会持续 且更有创意的号召所有同仁 一起来运动 让员工更健康 促使企业更有竞争力 中华电信有够赛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